全面画报全媒播报 全媒播报特别节目 来到广西贺州市招品县 通过体验式采访 寻找答案 现在呢 我穿上了广西少数民族的服饰 准备让秀姐来教我如何采茶 好的 我们用我们这个母子 母子与私子之间这个肉 然后我看 再好一片 这样 我们就这样子掰 掰断的就可以了 掰断 对 那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采 对 一牙一叶 春天末的时候 接近夏天的时候 可以摘一些药叶 就是两片叶子的 大一根牙的 明白了 标准的都是一牙一叶的多 对 用这个肉 对 来采 对 然后一牙一叶 这样母子与私子 您看对吗 对 就这样子掰 这个我们招聘线呢 是综合考虑 结合我们的资源优势 和我们的产业特点 建筑黄瑶古镇 母域及景区 再把我们的秀美桂江 和我们的茶山 连在一块 打造了这个旅游的项目 和向外推介一些 我们的旅游线路 以此来带动我们的 这个产业的发展 黄金作为一种 要时两用的招聘特色资源 是如何打入 乡村振兴的产业链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 金德庄体验馆 饼干香 饼干那种 对 乳香味 它通过高温 烘烤了 它就会成这个特殊的香味 我们在冯丽村 也建造了 450亿的黄金野化 种植基地 带动村民 一起参与 我们的黄金基地的建设 完了黄金茶黄金酒 现在我们来到了 招聘的特产之首 就是黄瑶豆豉的制作现场 这边有好临重的那种 豆子芭蕉的味道 酱香味 您觉得就是让咱们这个销量和销路越来越广了吗 是 说到这个吧 因为咱们招聘线吧 所以也得到了 多航集团的那个对口扶贫 对咱们招聘的一些特产 自然也包括咱们这个黄瑶豆豉 然后呢进行一个宣传的推广 使咱们首先呢 这个产品就不愁销路 更多的就像叫什么插上了翅膀 上了飞机了 那您觉得这个带货直播给咱们这个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蛮多的人呢 就知道了听我们介绍之后 原来豆豉是有这么多好处的 而且非常的绿色健康 销量如何 销量现在是属于慢慢缓缓缓的上升期间 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高平县的江口小学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叫振兴先扶贫 扶贫先扶质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乡村教育振兴的过程中 除了要去给孩子灌输这种知识 拓展他们的知识面之外 让他们知道去学习参加教育 接受教育 是我们解决贫困 代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乡村教育的振兴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江口人 我们的老师非常的辛苦 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坚守 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乡村 我们本地的孩子能走出乡口村 走出大山 到外面去看 看咱们美好的事情 产业振兴发展查理融合新业台 文化振兴 打造特色古镇 乡村振兴提升乡村教育水平 这就是广西招品 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探索 我是李燕 我们下期见